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旅游装备 线索一 路由带着他打算重游山西村 线索二 李白有了他 五月寻先不辞远 线索三 夸父丢了他 化作一片邓铃 半支航抢到 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拐杖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 线索四 苏氏有了他 何妨吟笑且徐行 祝贺你回答正确 我们给小重山队加一分 你看这四个选项 路由 李白 夸父 其实韩云有一首诗叫 《海水飞不广 邓林岂无知》 讲的也是这件事情 夸父逐日 把手杖一丢 就化为了大片的邓铃 这说明什么呢 这手杖是生命意志的象征啊 它能化为千万颗林木 这是生命的起源 第一个是路由这个诗里边的手杖 路由写了九千多首诗 光写手杖的诗 还不能写四百多首 路由说 江上梅花土 山头霜月明 摩索古藤杖 三有可同盟 山上的明月 江上的梅花 我手里这个老藤杖 这是三个好朋友 这就是把手杖 人格化 所以呢 把手杖当成朋友啊 这个是路由这个诗里边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 手杖跟得久了 就成了一个默默无言的 随时可以听你诉说的朋友 诗人一生不得知啊 好些话没处说去 给谁说呢 拿起手杖 跟他来说 放翁平隔 喜玉颠 摸索助杖 向渠说 说什么呢 报国寸心 奸四铁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诗人心里边有了心事 他也给手杖说 手杖不仅是他生活中的物品 更成为他精神的寄托 而且成为了他的一个终生的朋友 年华入诗卷啊 心事负穷之案 把心事都付给这手杖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文人 特别是宋代的文人 特别是这些大诗人 这就看出他们对于身边事 对于身边物 那是非常的看重 这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看重 是对于友情的看重